金黄酥彻的鸡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 后食鸡肉咬一口唇齿流香 鸡腿便当是不少人的最爱 不过彰化一家知名便当店 全品项当中就唯独鸡腿便当不卖了 开店二十四年来第一次打到这么高了 天价一公斤一百七 追根究底就是国产鸡肉太贵了 以前说的天价一公斤是一百二十元 现在更是涨到天花板一公斤一百七十元 一个鸡腿便当卖一百一十元 鸡腿成本就占了一半 菜 饭 人力 夹一夹根本没赚头 要是便当再跪下去 买的人恐怕更少 店家干脆暂时停卖鸡腿便当 等本土鸡肉价格回稳再来贩售 另一家便当店鸡腿便当也是用国产鸡 今年过年才小涨五元 现在也还在苦撑当中 不要一次不太多 不一定是鸡肉的关系还是鸡肉的问题 都有充充 走一趟传统市场 生鸡腿一斤八十五到九十元左右 价格实在不像以往亲民 玉米饲料一年涨三成 加上禽流感来势汹汹 鸡肉跟着涨涨涨 便当可说是卖一个亏一个 店家只好设下停损点 停卖来止血 记者陈胜与陈国人王世函 张化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